马云于1964年9月10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 他是阿里巴巴集团的主要创始人 早年生活与教育 1964年9月10日 马云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 祖籍浙江省盛州市古来镇 马云的爷爷曾在抗战中担任保长 但解放后被化为黑五类 所以取名为马云 以期望他能乖巧懂事 避免麻烦 在12岁时 马云购买了一台袖珍收音机 从此开始每天聆听英文广播 对英语产生浓厚兴趣 13岁时因大家次数过多 被迫转学到杭州八中 后参加中考 数学成绩仅为31分 高考挫折与兼任 1982年第一次参加高考 结果首次落榜 数学仅得一分 经历了严重挫折 马云跟表弟一起应聘服务生 但被拒绝 老板认为他又瘦又矮 长相不好 马云做过秘书 搬运工 高考第一年的失败 让他产生极大的挫败感 1983年 第二次高考 数学得分提高到了19分 但仍未能进入大学 马云的父母劝他 不要再上大学 而是学一门手艺 他开始送杂志并登三轮 1984年 第三次参加高考 数学成绩达到89分 但总分距离本科线还差5分 马云坚持不懈 继续骑着自行车寻找机会 大学生活与创业初期 马云顽强的第三次进入高校 进入了杭州师范学院 就读外语本科专业 大学时期 他表现出色 成绩名列前茅 并当选学生会主席和杭州市学联主席 1988年 马云从杭州师范学院外国语系英语专业毕业 或文学学士学位 之后成为一名讲师 1992年 由于他在翻译方面的出色表现 马云成立了海博翻译社 雇佣了退休老师来做翻译 海博翻译社开始赚钱 但是收入仍相对较低 创业和阿里巴巴的诞生 1994年 马云听说互联网时代即将来临 开始寻找机会创业 1995年4月 他创立了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商业公司 命名为杭州海博电脑服务有限公司 同年5月 他创建了中国黄业网站 开始从朋友那里做生意 1999年3月 马云辞去公职 回到杭州 凑速50万元人民币 创办了阿里巴巴网站 1999年4月15日 阿里巴巴网站正式上线 马云吸引了蔡崇信等人 投资阿里巴巴 融资共计2500万美元 阿里巴巴不断壮大 创立淘宝网和支付宝 进一步扩展了业务领域 2007年 阿里巴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后阿里巴巴时期 2013年5月 马云卸任阿里巴巴集团 CEO 继续担任董事局主席 同年6月30日 他当选为全球互联网治理联盟理事会联合主席 2019年9月 马云卸任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 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 2019年3月 马云以373亿美元财富 位列福布斯全球亿万富豪榜第21位 2020年9月30日 马云不再担任阿里巴巴集团董事 2021年4月 他以484亿美元财富 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26名 2022年12月7日 马云卸任浙商总会会长 成为浙商总会顾问 太极与中式生活 马云热衷太极拳 从太极文化中汲取了许多企业经营的思路 他在各类重要场合 很少穿西装 常穿着中式盘扣的衣物 2010年4月 他前往河南交作的陈家沟 拜师王锡安 陈氏太极拳第19代传人 学习太极拳 马云的创业故事充满了挫折和坚韧 他的成功不仅在商业领域 有着深远的影响 还表现出对太极文化和传统中式生活的热爱 他的创业经历启发着许多人 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故事 每个人都不创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小群 他以后 他来说 不吝点赞 这些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